预封哈维与厄马连番袭及美国,使南部各周多日陷入瘫痪, 削弱消费者及炼油厂的需求,使全球原油供给过剩一发严重, 并加重国际油价下压,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, 为应应新情势,正积极准备延长减产效期。 沙烏地阿拉伯能源部长法利赫表示, 与委内瑞拉及哈萨克油厂讨论延长减产效期的可能性。 延长期间至少三个月,两国都同意自愿延长减产效期。 OPEC将在11月部长会议上讨论此案。 巨峰对石油需求的干扰不可忽视,但生产商仍继续产油。 分析师指出,这将使大量原油转为库存, 几乎确定将对未来几个月的油价造成省重压力, 也使OPEC减产的效果大打折扣。 开头宏观经济学者补夫指出, 2005年卡翠纳飓风过后三个月内, 美国石油总需求量比一年前减少2%, 预料今年两次巨峰对需求的打击将更大, 对全球优势显然不利。 美国西德州中级云油10月起货11日盘中跌零, 6%爆煤桶47, 22美元伦敦布伦特11月起货已跌1, 1%至煤桶53, 17美元。 高盛分析师预估哈维飓风之后的一个月期间, 美国原油库存量将增加4000万桶至逼近51桶, 时期8月库存减少的数量几乎完全不回, 美国当局的数字指出, 9月1日指的当周原油库存已增加460万桶。